前引航渡 水中托举弹药箱等十个科目 没有一个人途中放弃 两不怕精神 让官兵们在战场上有了敢打敢拼的动力源泉 虽然是新战士 但是已经有了红军传人的血性虎气 近年来 从千里拉链到血域立兵 从跨区演习到大漠敖战 无论是参加使命行动陆空联合军演 还是走出国门 复离为和 中印联合训练 这个集团军始终坚持用红军精神 培育官兵灵魂血脉 抵立官兵政治本色 为培育新一代革命军人 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大精神动力 我们一定牢记主席的 尊尊教诲和殷切期望 势制改革强军 把对党忠诚 转化为强军新军的不洁动力 断照具有铁一般信仰 铁一般信念 铁一般纪律 铁一般担当的 国营部队 无愧为铁血雄狮 三地铁拳 新年度开训 各部队牢固树立战斗力 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 做到高起点高标准 第54集团军将基层营连长组织到一起 以真打时报的比武形式 寻求解决制约战斗力生成瓶颈问题的 有效措施 狱中某地 一场临机倒调的多兵种协同演练正在进行 演练的各个关键岗位 都由各部队的营连长担任 演练开始 地面梯队指挥员组织装甲战车编队 向预定区域快速机动 空中梯队的侦察 武装运输等数十架直升机 也依次跟进 经过近四个小时的机动 各梯队按时到达作战地域 前方几回事前 坐标 3640度 4655度 雄九八号退位 同时 武装直升机也展开空中火力打击 在多种火力支援下 各攻击群队迅速对蓝方纵深目标 展开立体夺空 完成作战任务 为提升步兵与航空兵空地协同作战能力 部队专门把陆航飞行员分散到各集训中队 与步兵专业指挥员一起训练 共同研究作战中陆空协同的运用方式 解决协同不畅等矛盾问题 互相学习对方的打击手段和作战方式 面对面交流 共同解决协同中出现的问题 一起提高垂直打击的作战效能 在另一场地 工兵专业比武也紧张地展开 集训中 这个集团军分炮兵通信特战等不同专业 构设进攻防御等十多个战术演练科目 让各级指挥员在硝烟中组织战斗 在战场中研判战法 这次集训比武突出实战逼备技能 突出教学组训和基层抓舰能力 通过神言细训把技能练金 利用对抗演练把能力逼强 锻炼提高基层营连长 善指挥金专业 会组训的综合素质 改革当前破除思维禁锢 才能真正解放和提高战斗力 在长白山腹地 一场实战化工程保障演练 在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中展开 面对恶劣天后复杂环境 第16集团军抹攻兵团 打破截前微不失讯 显不练兵的消极安全观 一扫最太平思想 该拉动的士兵照拉 该打的士弹照打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冒着严寒 第16集团军某工兵团的官兵们 携带装备 向雪野深处的预定地域机动 行进途中 空中洗澡 深化袭击等敌情险情 让演练充满了战斗气息 抵达预定地域 官兵们依据地形特点构筑工事 极寒条件下 冻土层即一米深 地上大型工事 可以通过操作工程机械构筑 而狭小的地下隐蔽工事 只能人工作业 冻土层下面都是红土泥 粘性特别的大 又敲 根本又挖不动 我们只有用稿 一点一点地往下刨 低温的环境和特殊的土质 给构筑工事的官员